开门 检查证给他看一下 检查证啊 对你家里进行检查 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我跟你说我们该走的前世要走的 没有上远的云地点 你当时拿的时候怎么不求人家 画面中这名求情的女子 就是在女装店偷盗衣服的嫌疑人 报警人小柳是女装店店长 他说店里丢了两件衣服 价值一千多块钱 一件是内衬 一件是针织衫 当时衣服放在试衣间的长凳上 民警之后调出了店里的监控 发现当天中午12点40分左右 一名女子背着包走进了店里 他先在衣架边看了一下 接着走向试衣间 往里面看了一眼之后 马上转身拿了一条裙子 然后进去试衣间试穿 试完裙子以后 女子碰到了店长小柳 没买单就直接背着包离开了 民警经过进一步侦查 怀疑这名女子有作案嫌疑 后来在城西一个小区里面 民警找到了这名女子程某 其实程某家里条件不错 房子是富士结构 民警上门后 程某拿出了那两件衣服 我就不小心脑子那个 当时怎么想的呢 因为东西多嘛 我随便 我衣服 我自己包里也有衣服 求求你们 求我没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你是个成年人 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该负责 他当时呢 也不是专门去偷到的 那么也是就是在 闲逛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 试衣间里面有这么两件东西 散落在里面 给他有一个可称之机 这两件衣服呢 据他本人说 他应该是没有试过的 但是呢 他看的款式比较好看 可能也比较喜欢 就带回家去了 他本人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那也不是 一千多块钱衣服 也不是买不起 也就是突然心生贪念 目前 常某因为盗窃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七天的处罚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